好 针对现在呢 大家都在关心 接下来紧接着就是2026了 那么现在日本学者小六眼星星就来分析 民众党如果避免泡沫化党主席 柯文哲在2026来参选台中市长 但是呢 在这个柯文哲的部分 他也要反问 因为他认为若是战略考量 应该要选台南高雄 怎么会选台中呢 前立委郭正亮就说了 那么柯文哲2028还有望吗 你看到卢秀燕如果出现的话 那柯文哲就是合作问题 这一次一定处理的比较好 因为卢秀燕的沟通能力比侯友也好太多了 那柯文哲2026选六都吗 他认为说不会帮助到他的政治量能 那么如果选一个第三名 两任台北市长声望都被破掉 到底有什么样的好处 医师沈正乃演做出了分析 认为说柯文哲来选2026 他认为是对的 但是不能够选上 不然怎么选2028 如果要选高雄或台南 必须是在蓝白河的前提之下 而不是做蓝绿白撒卡都 因为这些的一部分理由 为了什么 就是为了2028的一个总统选举的蓝白河 那我们可以看到 柯文哲到底有没有可能呢 来上2026 那会选台南或是高雄吗 或许都只是呢 吹口哨壮胆 并不是认真的一个盘算 如果不是嘴巴说说选择进攻台南 或许要比高雄更能够有爆炸性的效果 那台南就要来考验一下柯文哲的胆势了 敢在赖清德的太岁头上动土 就能够信更多的关注 像是最近有没有看到 绿委陈廷飞逆袭当选中常委 就把台南新潮流的铁桶刺破了一刀 所以在这边也认为说 如果柯文哲真的指导赖清德的本命区 说不定呢 能够打破民进党在台南的西瓜神话 那看到日本的学者是建议 柯文哲来选台中 那前委员郭震荡就认为 选台中选六都 对他来说都没有帮助 那如果选一个第三名 前面的这个声望都被破了 柯文哲最不可能选的就是台中 因为他更在乎2028 你怎么会这样思考嘛 对不对 所以小丽媛刚好建议了建议了一个 绝对不可能的选项 雷区 对呀 我再怎么样也要留一点 情面 情面给卢秀燕嘛 那2028 我坦白讲来来亲 那个柯文哲也是看好卢秀燕啊 认为2028他选总统几率最高 那我干嘛去得罪你 我2026来得罪你干嘛 让江启臣选举变成有变数 万一真的被民进党拿走了 杀卡路嘛 哇 那你会罪过大了 对国民党不气死 怎么可能这样搞 绝不可能嘛 他一种不能丢耶 对国民党来说 当然 而且那个江启臣又是沙沙的偶像 对不对 怎么可以这样 对不对 所以我说他刚好举了一个绝无可能的例子 而且柯文哲在想的大局一定是2028 如何让民众党得到更多嘛 没错 对不对 所以优先的一定是 哎卢秀燕这个不要想啦 他怎么可能回锅选台北市嘛 你是不是IQ有问题啊 对不对 哇你这你这 那是沈大老说的 怎么可能回锅 这一个扫堂腿 而且而且这个时候 讲完正强的时候 你怎么可能选得上啊 那请问他自己考虑选台南跟高雄这个选项 那也是画虎烂的啦 他2026到底会不会 不会选 不会选啊 我跟你讲啊 你当过台北市长 你去选任何地方都要降格啊 你是首都市长 就算你选上新北市长 可是因为他是第三势力的党主席啊 万一去选变成第三名呢 什么万一 万一去掉 不我就是跟你讲 我没有去选啊 我好歹是两届台北市长 我们把那留点给大家探认 我选下去 万一选成第三名呢 什么行情都没有 本来不应该站清白 还可以停留在学士 就一站晚变高中 就是这个意思啊 而且你2026选成第三 你还有2028吗 怎么会有人那么笨 不可能啊 而至于在民运党呢 在2026台南到底谁会出现 是不是会陷入一个血战的初选呢 看到陈廷飞这一次逆袭高票 夺下了中常委 那么大家就在看了 他已经也表达出了 对台南市长的这个部分的切读心 他就说了相信初选 赖清德会公正公平 眼神就知道我是赖系 但是大家还记得吗 大概是在两年前 那么当时这个发文 求求总统副总统救救台南 黑道介入台南市议长的选举 那么现在周玉寇表示 看到民进党内台南市长初选民调 立委陈廷飞 目前领先对手30% 但是来看到30% 现在韩明哥怎么说呢 听说王定宇加林俊宪 民调比陈廷飞还要低 但问题是领先的 就会是最后出现的那个人吗 那谢龙介就说了 新潮流接下来的初选操盘 会要求王定宇不能说 选也不能说不选 所有的民调都做撒卡都 最后看王定宇参选 对谁有利对谁不利 再来决定王定宇到底是要选 还是不选 那如果说呢 现在大家可以看到 在陈廷飞对上林俊宪的话 郭正亮亮哥就说了 民进党台南市的初选 可能很惨烈很粗暴 如果说林俊宪陈廷飞 两根差距很小 是民进党党中央做民调 那陈廷飞支持者会相信 这个民调的公正性吗 带来看 陈廷飞跟林俊宪都是传统 旧市区的政治人物 他们都在市区 他们的这个本命区都在市区 所以县区才是决胜点 谁掌握县区 谁就可能是这个胜利的关键 那当然你说这个 这个林俊宪 天直脚下 他是属于赖系嫡系人马 所以他当然来势汹汹 可是呢 陈廷飞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他在第一次 就是说应该说六年前 2017年的那时候的 民进党的这个党内初选 领先群只有黄伟泽跟陈廷飞 剩下的都是个位数 然后呢 像叶宜金连1%都没有 然后呢 王定宇5% 所以 就是如果今天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 陈廷飞在上一次就已经表现得不错了 对 那一次的初选林俊宪没有参与 所以林俊宪的知名度在县区 可能远不及陈廷飞 这是林俊宪的局限 而县区的人口比市区多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现在这个所谓的整个台南政治生态的一个版图的重点 所以我刚一直强调 陈廷飞早就准备了七年了 他是已经准备了七年 而林俊宪大概是这两年才把它列为所谓2026的人选 所以在地方来讲陈廷飞绝对有优势 可是呢 在党中央这个系统里面 陈廷飞就是绝对的劣势 对陈廷飞来讲 他已经走到这边 他不能退了 你要知道他这次拿到这个中常委 那个叫做在钢索上 那是一个在钢索上的动作 走钢索 你一不小心 一掉下去 或是说你出了什么差错 你可能就一蹶不振了 而这是陈廷飞 现在他选择要走这条路 所以他第一个起手是叫做 我们都是来袭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芦荟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芦荟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芦荟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芦荟的生物活性 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芦荟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 好气色 呵护您 呵护前家人 专层你的KES KES Blu Your Care 好气色 好气色 唔好气色